这就是我们的逻辑思维 欢迎各位来到逻辑思维捧场 今天我们为大伙破一个闷 这也是我自打读中国历史以来心中最大的一个闷 一个塞在我心中好几十年的一个大仪团 今天我们看一看能不能解开它 好那先让我们回到一个情境 话说公元1644年的4月22号的晚上 紫禁城已经在一片黑暗之中 皇城已经攻门瞎要 话说到了半夜 一个中年男人开始围着紫禁城跑圈 劈头散发 一边跑 时尔还停下来 吹胸顿足 呼天抢地 这个人是谁呢 就是大明王朝的最后一任皇帝 崇振 当天晚上当然是闹腾一夜了 第二天早上 他仍然坚持了自己17年来 一直坚持了一个好习惯 准时上朝和隔臣们见见面 但是见面已经没有用了 因为这个时候 李自成的大军已经把北京城包围的严严实实了 跑不掉了 所以君臣相对唯有落泪而已 据野史记载 这一天早上的早朝 崇祯皇帝还做了一个提议 说先生们呢 我们要不要去奉仙殿完事啊 奉仙殿是什么地方 就是宫内祭祀列祖列宗的地方 相当于太庙 什么叫完事呢 就是一起去死啊 先生们呢 我们一起去死好不好呀 结果隔臣们是面面相去 没有一个人接这话的下场 所以看到这一点啊 你也基本上知道了 大明王朝已经游进灯窟 树岛胡孙散就在眼前了 4月24号的傍晚 崇祯皇帝摆了一桌家宴 把自己的妻儿老小都叫来 然后喝酒吃菜 吃完之后掏出宝剑 说是已知词 我们都应该去死了 这个时候 你在看崇祯皇帝旁边坐着的 那个周皇后 这是中国历史上 著名的贤惠的皇后啊 他们夫妻两口子 感情也非常之好 周皇后这个时候 就说了一番话 什么话呢 我们先撂下 总而言之 不会是什么 啊 妾身实在做不到啊 妾身这个正当年华啊 不愿意死 肯定不是这种怂话 人家周皇后 说完这番话之后 非常从容的一转身 回到后宫 就自以身朗 留下来的崇祯 派人把自己的三个儿子 易容化妆送出城 然后面对自己的一双女儿 他掏出宝剑 杀掉了一个 然后砍断了另外一个的手臂 这就是当天晚上发生的事 再转过天 4月25号 北京城已破 崇祯皇帝据说 当天还在皇宫里面奔跑了一圈 等着是不是看有大臣上朝 陪他最后一段 但是没有等来任何一个大臣 绝望的崇祯 在自己的贴身太监 王承恩的服役之下 颤巍巍走到了故宫后面的眉山 也就是现在的景山 在山顶的外博树下 自以身亡 这个情景 大多数中国人都知道这一套故事 它永远的定格在中国历史上 1644年 假生年 这一次事变 我估计 如果一百年后还有电视剧的话 这段故事会被反复编剧 反复重写 反复扳演上音频 因为它太悲壮 又太具有戏剧性了 太能调动每一个作为中国人的内心情感了 好 这个故事大家都熟悉 那我们回到刚才撂下的周皇后的那句话上 什么话呢 周皇后临死前说 说夫君啊 你就是不听我的劝了 你别忘了 咱南京还有一个家呀 咱们应该早早的南迁呢 说完这番话之后 周皇后就自意什么 但是这句话引发的问题 却成为我个人认为啊 中国历史上最有趣的一个谜题 就是 崇祯皇帝为什么不跑 对于任何一个生物来说 风险来临 跑嘛 这正常反应 你也没什么丢脸的嘛 中国历朝历代的皇帝 遇到这种情况 只要还有可能 不都是跑嘛 对吧 西进不行的 南迁永迦南渡 见东进嘛 安禄山打来了 那唐玄宗带着杨玉环就跑嘛 杨玉环耽误了跑 那不行杀掉接着跑嘛 那后唐的时候那个唐西宗都跑过嘛 那北宋灭亡了 康王赵构也跑嘛 到南边建南宋 这正常的 尤其宋朝那个宋徽宗 你别以为宋徽宗是老老实实被摁在东京边凉的啊 没有 人家在1125年的时候 金军南下 人第一反应就是跑啊 把儿子叫来 哎呀 你来当皇帝吧 秦宗啊 你来做 我去到镇江去进乡啊 去到佛祖面前去为国家祈福 撒丫子就跑了 后来是因为金军退出了 哎 他觉得没事了啊 又怕大权旁路 这才又二次回到东京灭凉 然后人家金国人杀了一回马墙 才把老爷子给摁住在东京 所以不是不跑啊 所有的皇帝都有这个本能啊 而且跑的时候 你会发现历朝历史的皇帝腿脚快着呢 对吧 那你看南宋那个赵构 赵构是从扬州到南京到杭州到温州 最后搜山捡海捉赵构 已经一直跑到海上去了 包括南明朝的那个后来的永利地 不是最后没签证直接进了缅甸吗 那也得跑嘛 崇祯皇帝为什么不跑 当然我们事后来复盘的话啊 我们作为历史不容假设 但如果我们假设假设他跑了 实际上当时对于明朝来说还是相对有利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分析三个简单的条件 第一 北方当时是连年大灾 然后冰连祸节 北方已经弥烂了 那你跑到南方之后 把一片烂摊子丢给李自成吧 李自成后来证明 他实际上没有行政统治能力 对吧 他一帮农民军 他没有长期的行政习惯和传统 加上北方还有一个虎视眈眈的清朝后军 在那盯着他 所以把所有这些烂摊子和问题 扔给李自成 没准李自成真的就像后来那样 那一会儿就兵败如山道 那你崇祯皇帝 再带着自己的几百年的皇权的正统 你再杀回去 对吧 还有东山再起的可能 这是一 第二 就如果你跑 那么在南方建立南明 即使是跟北方 不管是李自成的政权还是清朝 我们话将而至 合法性问题 因为你是崇祯 你是皇帝 是天然具有合法性的 可是你看 无论是东京的司马瑞 还是南宋的赵构 其实在刚刚登基的时候 都面对着巨大的一个统治合法性的问题 因为徽千二帝 北寿 被金国人抓走了 对吧 没有正式让位给你赵构 所以赵构一朝 南宋高宗一朝 始终面对着一个 是不是要赢二圣还朝 你这个皇位做的是不是有合法性 始终面对这个问题 什么秦桧的故事 岳飞的故事 我们以前讲过 都是纠结在这个问题上 可是你崇祯没这问题 你跑那 你就正根的皇帝 所以后来南明出现什么 福王系 唐王系 包括左梁玉的叛乱等等 都是在争夺这个合法性 导致南明没有办法拧成一股声 形成一个完整的军事力量 来抗清 这就是后来的问题 所以崇祯皇帝不难迁 也直接导致后来南明的福王 更重要的一条 是明朝有一个天然的优越 就是在明成祖朱棣的时候 当时北迁迁都到北京 南京是留下一整套完善的 行政系统的 北方有一个上述 南方就有一个 明朝始终是双手都治 说白了 崇祯皇帝如果这个时候南迁到南京的时候 他是有一套县城的 马上就可以启动的行政班子 接受管理 这比当时南宋的高宗赵购 那面对的情形要好得太多太多了 但是他没有做 非常可惜 他没有跑 那为啥念 好 那让我们回溯到历史 有时候中国人读历史啊 因为我们老喜欢讲一句话 叫说时迟那时快 而实际情况是什么 是说时快那时迟 你看我们一期节目 40分钟就把这些东西得讲完 对吧 但是当时留下了多少时间 是很长的一段时间 大家说明朝正是说 有一句话啊 叫传庭死 明朝王 传庭是谁 孙传庭 孙传庭在同关战死 跟李自成冲入敌阵战死 那是1643年的冬天 李自成大军正是徽宾东进 那是1643年的12月30号 距离崇祯皇帝死的4月25号 将近五个月 你跑完全来得及吗 为什么不跑呀 其实在1644年的2月份 大概是2月20号 其中有一个大臣 这个人姓李 叫李明锐 他就提出了整套的方案 说老爷子 不行了 咱得跑吧 传庭皇帝 他不知道吗 他也知道 说是该跑 但是他跟李明锐讲了一句话 说这个事要保密 是不可谢 谢我则杀你之头 那行啊 然后李明锐就提出了一整套方案 第一条 您学学人宋徽宗 多聪明啊 咱也去进乡 咱不去拜菩萨 咱拜什么 孔傲夫子 咱去山洞 到屈府 到几宁 去朝圣 然后呢 我派人把你从几宁接到淮安 然后呢 我们让石科法 就是南京的那个兵部尚书啊 带人到淮安接你去南京 你看这一战一战设计的好 更重要的一条 我们没钱 没钱没关系啊 您掏私放钱 私放钱叫内堂啊 您发内堂 我们募一些兵 来保护你南道 崇祯皇帝刚开始听着这个方案 哎 有道理有道理 不住的点头啊 等听到最后一句 什么 让我自己掏钱 发内堂 不行不行不行 我没钱啊 这钱要出得互不出 那李明锐说 那互不出 这就不是咱俩的事了 对吧 你自个儿不肯掏钱 这事就变成国家财政的事 那就必须提交到朝堂上 让阁臣们来共同商讨了 于是第二天 1644年的2月21号 这件事就提到了隔城会议上 马上就有人提出来反对 不行 你不能走 君死设计 那你会说 这个朝臣也是混蛋啊 你这时候挡着这事干嘛呢 你要务实嘛 要实事求是嘛 但是如果你站在当时士大夫的心态上 你是可以理解这个建议的 我们讲三条 第一条呢 确实没到最后一刻 因为最后一支力量还没有压上去 这支力量就是我们后来都知道 吴三桂啊 关宁铁骑啊 还在那个地方 山海关那挡着后京呢 应该把他调回来 如果这支部队再沦陷了 我们才到了最后一刻 这是一 还有纸吧 第二 要知道北京城在崇祯十七年间 已经是一柄破五万人锤啊 已经被围城过五回了 那当然围城的都是后京的队伍啊 少数民族嘛 往往是抢点东西就跑了 所以北京城戒严这件事 对于崇祯君臣来说 不是什么新鲜事 不是什么大姑娘上教头一回啊 所以这一回有那么严重吗 四处搞多了之后就没那么疼了嘛 对吧 所以这是第二个原因 第三个原因就更重要 要知道中国人的思维方式里面 他没有宗教 没有崇拜 没有信仰 但是他有一个东西 就是历史和祖先 中国人的思维方式是历史性的 我们今天的人可能不知道 但是当时上上下下脑子里都知道一件事 这件事像一根刺一样 扎在每个人的脑子里 这件事发生在一百多年前 就是土木堡之变的时候 明英宗那会儿 英宗因为北寿在土木堡的时候 让北元给抓捕 然后这边扶了一个景太帝 刚开始是监国 后来当了皇帝 怎么办啊 北京城又被围了 被蒙古人给围了 这个时候就有大臣出来说 南迁啊 这人是谁 姓徐 叫徐有珍 徐有珍说的跟刚才周皇后一样的话 南方还有一个家 一整套半载 我们去那吧 这个时候朝臣蹦出来一个人说 我反对 这人是谁啊 于谦 不是说像是那个啊 是历史上真正的于谦 很多人读过他写的诗 千锤万燥出身山 就是他 于谦说不能走 那他说不能走怎么办呢 于谦说我来啊 我来啊 我牛逼啊 然后于谦真的牛逼啊 就主持了北京城的保卫战 然后就成功了 北元队就退走了 所以事实证明 最后一刻坚守 还是有道理的 保住了一片江山 锦绣江山 所以这个时候策划南迁的徐有珍 反而成了一种奸臣的 至少是失败的言论 好死不死 这个徐有珍后来被证明 真他妈就是个奸臣 因为后来明英宗被放回来之后 在南院当他的太上皇 然后徐有珍就策划了独门之变 让明英宗复位 把景泰帝这一支就干掉了 所以虽然在明朝的君臣 他们表面上不说徐有珍是奸臣 因为毕竟英宗是他们的祖先嘛 但是徐有珍的奸臣形象 和他做这样一次错误的政策建议 连在了一起 所以一百多年后 讨论这件事情的重振君臣 都瞬间想起了这件事情 不能跑啊 跑就是奸臣 就是投降派 虽然是务实 务实派有时候就是投降派 这个时候谁反对跑 反而是成为正色立朝的正人君子 是郝大臣 是忠臣 是在世的于谦 所以就提出来反对 这个时候我们再想想 如果你想 那重振皇帝坚持 如果就得走 不行吗 这个你想 假设说 某人 官员到地方上 视察 视察完了之后 完了 也吃完晚饭了 地方官员说 我们洗个丧拿去 那领导会怎么说 不行不行不行 怎么能搞这种怪风邪气呢 对吧 那什么时候 其实 没准心里已经是千肯万肯了 那怎么才能把领导拖到桑拿呢 那 你地方官员得反复恳请啊 没有关系啦 天之地之 你之我之啦 月黑风高啦 钱我已经付啦 对吧 领导也辛苦了 你得讲一万个理由 拖着他去 最后任领导 就托下驴 半退半就 他才能脱衣服 崇祯皇帝一样啊 这件事 即使心里千肯万肯 但是 你得有人反复欲肯嘛 肯切臣辞嘛 以头碰地嘛 头碰得要出血了嘛 最后我实在没办法 这帮大臣 又要拖着我去 干这种丢人的事 对不起列祖列宗 这才好难下 没人怎么干 把皇帝就晾这了 所以他走着了 他走不了 话说这一天 过去没多久 因为前方的败报 不断的传来 所以又有人开始提 说皇上您不走 也就算了 要不这样吧 咱们把太子给送走 太子到南方 到南京 对吧 您这实在不行了 太子还 因为他有正当合法性 他能够再见朝廷 我们还有留的青山在 崇祯皇帝 其实这时候心里就不高兴 什么意思 让我儿子去 我在这等死 他心里就不高兴 但是他理智上又知道 这确实是一个解决方案 这问题又在朝堂上提出来了 这时候又蹦出来一个人 这叫光师亨 这个大臣说 不行 不能走 为什么不能走呢 不能笑唐朝的宁武之故事 唐朝就这样 唐玄宗 这个跑了 他的儿子 儿子就是后来的唐宿宗 不是宁武又成立吗 后来把唐玄宗老头就当了太上皇了 晚年七七惨惨 天天想着杨玉环吗 说怎么能让我们 我们的国家是以孝治天下 怎么能够让太子 这个如果他当了皇上 他背上不孝的骂名 这个时候不行 崇祯这个亲 第一这事他本身就不愿意 所以骂这个提议的大臣 然后他又明知道这是一个解决方案 又有光师亨这王八蛋出来阻止 所以他又恨这个光师亨 最后据说 那一天他在朝堂上把桌子都给踢了 不欢而散 这件事就又割下了 我们刚才提到 其实李自成一路往东打 但是他不是顺着同关 从河南这条路打到北京 他是从北边 所以从大同那边 是从昌平这一带打进北京 就是他最后一个派出去抵挡的大臣 叫李建泰 李建泰在兵败的时候 当时就写了一封遗书 也算战报吧 写了一封遗书给到崇祯皇帝 那意思就是说我死了 但是你走吧 真的不要再待了 但是即使是这样最后一次机会 朝堂上也因为各种各样的讨论 没有下分 崇祯皇帝就没有一个人让他去洗桑拿 于是这个桑拿也就真的没有洗成了 这就是这个故事 那问题又来了 为什么没有人提议呢 我们再看宋徽宗 宋徽宗当年去镇江近乡的时候 身边带着人 带着人多了 蔡京 蔡京儿子蔡幽 还有那同冠都陪着他跑 那一朝嘛 你总得出几个奸臣吧 哪怕跑的人不是什么好人 那奸臣总是有的吧 毛主席说嘛 有人的地方就分左中右 对吧 这时候只要出来一个人喊一嗓子 给皇上一台阶下 皇上这台阶就下了 为什么没有这个人出来 这又成了一个悬案 而且这个悬案更引起我们更大的疑虑的是 崇祯皇帝到最后几天 嘴里面基本上就讲一句话 就是文臣勿我 我们刚开篇的时候讲的4月23号早朝的时候 崇祯就是建议跟先生们去那个奉献殿去玩事那一次 据说那天早朝的时候 他拿手指沾着茶水 在龙书案上写了几个字 文臣各个可杀 而且他在眉山上吊的时候 也留了一句话 说大臣我 支持天下 然后他临死那几天 留下的最重要的一句话就是 朕非亡国之君 诸臣皆亡国之臣 好奇怪 一个亡国之君 通常在临死的那一刻 他恨的是对手 就是弄垮他这个国家的对手 他应该恨李自成 对吧 恨黄太极在对啊 他恨自己手下这帮人 而手下这帮人 直到最后一刻 也没有任何一个人蹦出来给他台阶下 那问题就来了 崇祯和他的臣子之间 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 怎样才能每天听 中国历史啊有一个现象 就是所有的亡国之君没有什么好名声 因为历史不是你写的吗 你对头写的 那说你好话干什么 但是崇祯几乎是唯一的例外 他自己不是说吗 君非亡国之君 忠臣皆亡国之臣 后来后世就接受了这套说法啊 崇祯是个好皇帝 好领导啊 你看他嗜好叫思宗猎皇 思是怀念的意思 猎皇是迅国的意思 多么高大上的形象 他自己上位的时候 确实也是这样 大家想想啊 一个17岁的少年 登基之后 迅速的赤退了魏忠前这样的小人 扶持了东林党一帮正人君子 对吧 按照当时儒家的伦理 这就是一个好皇上 最开始的一个生花妙笔啊 紧接着你看 他几乎符合儒家所有对一个好皇上的描述 首先非常节俭 他的皇后中年穿的是布衣服 有一次他参加日奖的时候 就是文臣们给他讲儒家经典啊 他袖口破了 他自己有点不好意思 往里噎了一眼 那日奖官非常精明 马上趴在地下 山呼万岁 说皇上您不必不好意思 您看您这袖口破了 虽然衣服破了不太体面 但这是您有简德呀 这儒家非常提倡的东西 从这一听 对呀 我有这么好的品德 那这样咱们加码吧 咱把那个江南的支道给撤了 什么支道 给我一个人做衣服 困我一方百姓 不干了 他是这样一个人 而且他非常的勤勉 勤勉到什么程度 在整个大明王朝里 除了那老爷爷啊 朱全璋是这样的 可能只有他一个人 每天工作八个时辰以上 就这么一个人 可能一直到清代才能看到 这样的勤勉的好皇帝 所以儒家理想中这么优秀的一个皇帝 你想他自己是什么心态 据说有大臣拍着马屁 说您哪 中兴之主 好比汉文帝 他就不高兴 汉文帝是二流皇帝 那不比我吗 拍马屁一看不高兴 可比唐宗宋族稍训风骚的两位 他还是不高兴 他说一句什么话 你真狂 说如果说扫平群雄 我不如唐太宗 但是唐太宗 什么闺门不宿 家里你看他跟兄弟闹那样 把我跟他并列 我还不高兴 你看他说这个话 把他比唐太宗看不上 这就是他自己对自己的评价 后世对他的评价也是这样 你看清代皇帝 当然基于各种政治动机 经常还哭一哭 拜一拜他 还给他建个什么碑等等 说都是他好话 然后他的对头 你看李自成 有写诗这么写道 他不是把自己的太子 送出北京城吗 后来又被抓着了 送到李自成面前 李自成问他 说你父亲呢 说死了 说如果你父亲在 我必遵养之 我把他遵起来 养起来 我不会杀他的 你放心 朱家太子说 那你杀不杀我呢 李自成说我不杀你 你又没犯错 我枉死你干什么 一直认为 李自成认为文官不是好东西 贪官污吏不是好东西 皇上好皇上 因为他勤政爱民 各种各样的事迹 我相信在民间也是大肆传扬 你看他的事迹 真的是冤家对头 李自成都这么想 可不就是一个好皇帝吗 但是 我们如果在这颗鸡蛋里 我们给他挑一挑骨头 我们发现 崇祯皇帝有一个重大的问题 就他跟臣子的关系不好 这也是明代的传统 但是有区别 朱元璋是跟什么人呢 是跟开国功臣关系不好 就是亲不死孤不安 江山不能安全 谁想弄死你 然后朱元璋对底层的贪官污吏不好 嘉靖皇帝也是有名的跟大臣关系不好 但主要跟阎官也是底层官员 那万历皇帝就干得更绝了 我说你们都不知道 我躲起来不见你们 不上朝 咱俩拜拜 可是崇祯皇帝跟谁关系不好 他跟中层干部关系不好 这个在明代历史上 甚至可以说整个中国历史上 这也是一个孤立 那为什么呢 这就讲到我们今天推荐的这本书 大明亡国史 崇祯皇帝传 这是我在北京广播学院 现在中国传媒大学 我的授业恩师苗蒂老师 他写的一本书 他现在研究广播电视 当年可是历史学家 在这本小书的封面上 有一行小字 特别有意思 叫一味不耳声色 不尽声色 历经屠治的年轻君主 是如何起早贪黑 辛辛苦苦走上破家亡国的不归之路的 对呀 你符合所有儒家 关于一个圣明君主的一个条件 甚至按照这本书里面的讲法 什么万历时代明朝就开始不行了等等 这都叫胡扯 明朝就是让这位爷给折腾散了 因为他当政17年 他有大量的机会可以补救 大量的机会可以挽狂澜于祭道 但是他没有做到 所以实际上根据这本书 苗老师的分析 崇祯皇帝的整个的大明亡国悲剧 就是他个人的一个性格悲剧 他为什么会跟他的朝臣闹得那个样子 以至于连一个像同贯蔡经这样的奸臣 在他最危急的时候 给他铺一段下坡台阶的路的奸臣 都不会再有呢 我们来看看他怎么对待大臣 首先 刻薄寡恩 就是干活行 干活之后说给点好处 这事不行 我们刚才讲了 1643年帮他战死在同贯的那个人 叫孙传廷 前几年有部电影叫大明杰 大家有空可以看看 就是讲这个人的 孙传廷是晚明时期了不得的一个文臣 也是一个武将 非常厉害 当年他跟洪成仇两个人 灭李自成 灭张燕忠 包括把高音祥抓住 都是他们干的 李自成已经被他打得不行了 是后来在东山再起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后来崇祯皇帝就怀疑他 装病 让你干什么活着装病就抓起来 要杀甚至移动 最后看实在不行了 想想也没什么人能打仗了 就又启用了孙传廷 孙传廷这个时候刚从老李出来 也不了解前线的情况 因为他那时候已经把李自成灭了 基本上已经 小火苗已经扑闪扑闪 快灭了 所以他就跟崇祯皇帝吹牛皮 他也是个人爱吹牛 他说给我5000金兵 我灭了他 崇祯皇帝说好吧 有这好事5000金兵 给你 孙传廷到前线一看 我的个老天 仅仅几年时光 李自成这个队伍已经壮大到山呼海啸的那个声势 说不行 马上给朝廷打报告 说这玩意搞不定5000金兵 我们就拿一个企业的领导人来说 你这中村干部给你报了一预算 然后根据实际情况 人说这不行 我们提高点预算 你这个时候应该实事求是吗 你财人崇祯皇帝说一句什么 崇祯说 你不是自个说5000就够吗 不给 就拿5000打 江山是你的 对 就生逼着孙传廷用这5000 当时哪有什么精兵 基本上是新招募的新兵吧 在同关一战身死 最后非常壮烈 孙传廷是这样 一看反正回朝廷 这么一主子 肯定也是弄死我 与其在大牢里 在天牢里 很不体面而弄死 还不是我自己死得了 所以51岁的孙传廷 自己冲入敌政而死 这应该算是 怎么着也可歌可期了吧 您知道 崇祯皇帝是怎么可歌可期的 他真的是可期 他说孙传廷别人跑了吧 自己脱盔卸甲 自己潜逃了吧 所有按照镇王将军的 所有的续点 不给 什么殷子 什么封赠 不给 没有 就这么一主 要钱没有 大臣死了之后 不给任何好处 崇祯皇帝还有第二个毛病 就是溜金马 不担责任 所有的责任都是下面的 他作为最高统治者 说白了就叫最高负责任 什么叫负责任 责任你的 担了 大家还记得大话西游里面 only you 就是唐僧唱的唱词 对吧 唐僧在探监的时候 跟孙悟空讲 唱 送死你去 背黑锅我来 唐僧为什么好领导 他就是这样的 背黑锅我来 我还记得这个企业家王石 在万科的老板 他曾经就跟中生干部 讲过一句话 说这事有风险 你们放心去干 干坏了 向董事会交代 我来 责任都我的 那你想中生干部 干的才有劲吧 人重振可不是这么个人 在以前的节目里 我讲过 他怎么杀他 那个兵部尚书 陈新甲 陈新甲跟他密谋 说咱们跟 主要敌人李自成 对吧 咱们跟后金谈判 咱们不跟辽东打了 行不行 重振说 你去啊 你去谈判 后来谈判 好不容易谈成了 结果陈新甲 一个失误 把消息给泄露了 举朝大话 说怎么能投降呢 怎么能谈判呢 结果重振皇帝 就握了一口气 最后找一借口 把陈新甲 生给杀了 兵部尚书 而且当时是 明代朝廷里面 为数不多的 号称 织兵的兵部尚书 还有一个兵部尚书 就更倒霉 这人叫王恰 王恰这哥们 长得帅 我们经常网上 有句话 说长得帅也有错 长得帅是没错 可是你看看 重振皇帝 是怎么对待 这位长得帅的 非常睽違 重振皇帝 非常高兴 在朝堂上看这臣子 多棒啊 这哥们 多像门神 你看这长得样 后来有一天 兵部尚书 出圈 重振皇帝 那哥们不是 长得像门神吗 长得像门神 就给把门 我们让他来 当兵部尚书 这哥们 从来没读过 兵书战策 一下子就从一个 公部侍郎 当了兵部尚书 事实上 史家后来研究了 这哥们在 后来打仗过程中 虽然不懂 但是很勤勉 至少没有 什么犯过错 但是有一次大败之后 重振皇帝就说 得杀个人吧 不杀个人 这帮家伙不好干活啊 杀谁啊 一看 就是他 说门神吗 门神没当好门神 让别人破关而入 黄太极又祸害了一回啊 那就杀他吧 就生把这个王恰 没有任何错误 是你把他提到这个岗位上 他就生给杀了 任何溜尖码 所有的责任 都是臣下的 跟我当皇上的没关系 有错我就宰你们 而且重振皇帝 还有一个性格上的重大缺点 当然我们说这个词 没有别的意思啊 就是他有点女性思维 就是他不是太理性 有的时候非常感性 比如说 他一生当中 多次下过罪及罩 打仗不行吗 下罪及 很委屈 很诚恳的样子 像天下人承认错误 可是承认错误之后 他就憋了一口气 窝了一个火 后来史学家就发现 他每下一次罪及招之后 一定要找茬杀一人 当时有一次啊 也是皇太极破关而入 把北京城一围一抢 然后人走了 憋了一口气 下罪及招 然后就盯上了一哥们 这个人叫吴昌石 你说白了就是没昌石 这么一人 这么一哥们呢 他从政皇帝非说 你勾结宦官 你拔持朝政 那是有什么拔持朝政的 拔持朝政的 不是您从政皇帝 非说这 人家不承认啊 因为辐射的 人家有几根硬不脱的啊 就不承认 不承认 当着所有阁老的面 内阁大学士的面 拿家贵 生当场把这哥们的腿给夹断了 下的朝政 没见过呀 明朝皇帝 王八蛋的多的事 当着朝臣打屁股的 什么打的血肉 还没打死的都有 说当场当着大臣的面 把另外一个大臣的腿给夹断了 可能在明代也就这么一回 吓坏了 其中最有趣的啊 说他这个 有点感情用事 就是周延如的事 周延如是他任用的一个 重要的一个大学士 甚至是首府大学士 在明代啊 被杀的大学士 一共就四个 崇祯他老人家干死俩 其中有一个 就是这周延如 为什么说他是女性思维 情感用事呢 就是他最恨的 不是说啊 你犯了错 错大 不是 他最怕的是被欺骗 周延如就干过这么一回 有一次清兵又破关南下 北京城祸害一道 然后快走了 周延如 你看他也是奸臣啊 周延如一看 哎快撤了 说这是立功的好机会 然后赶紧跟崇祯皇帝说 说我出去揍他们去 崇祯皇帝好啊 大学士点兵 古今一段佳话也 你点兵出去吧 周延如哪会打仗呢 但是他心里想嘛 你清兵要撤了吧 他真的跟在后头追 撵 然后呢 斩点便宜 在京畿一带转了一圈 然后也杀了一些普通老百姓 拿人头 你看这就是清兵 回来来报公 崇祯皇帝很高兴 赐了很多爵位 封他为太师 赐了很多银两 这事就完了 但是有人就 给周延如点眼药 说他不是那样了 出去吃喝玩乐 然后他根本就没打仗 他杀粮冒功等等 就给告了 崇祯皇帝这气 他最受不了的 就是别人骗他 刚开始他只是借口 把这周延如给撤了 后来怎么想 怎么心里这口气 就窝火 就受不了 又派人给抓回来 抓回来给弄死 然后就 你看周延如嘛 他也是辐射的一个大老嘛 对吧 就有人替他奔走营救 就跑去跟崇祯皇帝讲 他还是不错的 不要把他怎么样 崇祯皇帝讲了一个几个字 说我就恨他奸化 你老骗我 然后这个人就跑去跟周延如讲 说皇上说了就恨你奸化 你知道周延如说一句什么话 说伺候这位爷不奸化行吗 周延如死的时候也特逗 然后太监去传旨嘛 应该就让他自禁嘛 太监去传旨 说虽然你有这么多的罪过 但是 看在你 曾经当过这个阁老的这个份上 太监也坏啊 念到这儿 故意停一下 但是看在你当过阁老的份上 大学师的份上 周延如以为没事了吗 把自己放过了吗 然后太监又接着念 次令自禁 然后周延如一听这话 这本能反应就起来了 扒了一句刨 后来几个太监实在给他摁住了 最后哪是自禁的 实际上就是让太监给弄死了 所以从这件事情 你就看得出来 崇祯皇帝是一个什么性格的 这口气 我们很多家里有那种 特别女性化思维的老婆的男同志 可能都有这感觉 这事只要让对方窝了一口火 可能过几天 拿别的事再给你找醒回来 总而言之 这口气他得出了 崇祯皇帝就这么一位爷 我们去看崇祯的整个17年的历史 刚才我们说了 大学是整个有名王朝杀了四个 他一人来俩 兵部尚书14个 他亲手杀掉的5个 还有4个是什么 革职 听餐 坐牢等等 然后二品以上的大员 他亲手干掉了二路干 甚至有一次 就是皇太极又祸害了 走了之后 他实在气不过 抓了几十个大臣 押赴财士狗斩首 当时有大臣就会在刑场上 对他破口大骂 要知道这在皇权时代 这是很罕见的事情 骇人听闻的事情 雷霆雨露莫非皇恩吗 杀你也是皇恩吗 杀你之前最后一个动作 让你出皇上的方向 叩头谢恩呢 但是在皇权社会 一个大臣对皇帝破口大骂 可见大臣对这个皇帝 已经寒心到什么程度了 就是说白了 你就这么一人 我们干活干好了 干坏了 你对我们都不给好处 然后所有的责任你都不背 送死我也去 背黑锅也我来 你连唐僧都不如 然后你还跟我使各种小信 用一种女性思维 感性思维 跟我这么玩 谁还对你好 这就是问题 我还记得我小时候 我爸在一个厂当厂长 有时候他们谈工作 就在家里当着我面谈 有一次我爸 我忘了是一个什么场景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即使是中层干部犯错误 当着普通工人的面 也得支持中层干部 不能当着普通工人批评中层干部 后来我就找了一机会问我爸 我说这不不对啊 老师告诉我们 对吧 那个谁错了就应该批评谁 你为什么护着这中层干部 明知道他有错 我老爹说了一句话 说那以后谁替你干活啊 对吧 你在普通工人面前灭了他的微信 以后那谁再会为这个厂子 尽责尽利呢 这是我人生官场学的第一课 但这个道理虽然很普通 他是一个多么大的官场和权力常识啊 但是崇祯皇帝真的就没有这个常识 那他没有这个常识的结果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看大臣们跟他是怎么玩的 那既然你崇祯是这么一个皇帝 刻薄寡恩 又溜肩膀不担责任 喜怒无常 感情用事 那请问我们臣子该怎么对待你呢 这里面故事可就多了去 但这儿我们就山凡就简 我们就讲俩宝贝 一个叫陈衍 一个是魏早德 是他最后一任内阁的首府和次府 这俩哥们 有一次啊 这时候已经到了大明王朝快将清的时候 已经是1644年的春天了 当时大家都还指望最后一支力量 就是吴三桂啊 官宁铁骑如果回防大明江山还有一波啊 然后有一天崇祯皇帝就跟这俩宝贝说 说要不咱们把吴三桂调回来吧 这俩不支持啊 然后崇祯就支持这陈衍 说你写诏书啊 嗯不写不写啊 找一堆理由不写 崇祯皇帝也纳闷啊 就为啥不写呢 话说过了几天 吴三桂那是多灵巧的人呢 人自己就写报告 说我干脆回房吧 我是看门口嘛 对吧 家里已经乱了套了 我干脆回家打仗嘛 我还在门口看什么劲呢 好那就把吴三桂要调回来 崇祯皇帝跟这俩宝贝说 说现在你可以写了吧 这俩还是不写 装死狗啊 死活不吱声 崇祯皇帝就纳闷 死活写 这为啥不写呢 这陈衍和魏早德 这俩人出了门之后 在门口就打个商量 说能写吗 不能写 为啥 万一事后 清兵打进来 北方丢了 就是因为咱俩做的这决策 让吴三桂回房 要说 他自个说 我们俩千万不能说 到最后人头落地的 还是咱哥俩 千万不能写 你看 当皇上就多了这个份上 已经到最后死了 不知道怎么死了 底下大臣 因为你不担责任 我们何苦为你担这个责任呢 更戏剧性的一幕 是建于一本书 叫《红叶》 这是美国著名的汉学家 叫魏斐德写的 也是这一段历史 据说 当时李自成围城之后 派了一个曾经投降农民军的宦官 叫杜勋 回去跟崇祯皇帝谈判 要知道在皇权社会 你当了 你诸家已经270多年皇帝了 那个皇权的威势 还是在避秀国造反的 好不容易打到天子脚下 所以李自成据说 当时通过杜勋 给崇祯皇帝提了几个条件 说这样 我可以退回到山西和陕西 你把这块割给我 我当西北王 然后我就承认你这个皇帝 第二个条件 你给我一百万两白银 第三个条件 那就我为你干点事 我帮你镇压其他的农民企业军 我还帮你去北上抗清 你说好不好 这个条件对于一个城下之盟来说 已经是优厚的 不能再优厚了吧 崇祯皇帝看了这个条件之后 也是两眼放光 赶紧把这俩宝贝叫来 陈彦飞扫德 说 先生们 大事已急 先生们 现在就定吧 一言可觉之 你们俩赶紧说吧 这俩说 说什么呀 将来卖国都是我们俩说 我们俩到财使口报道去 不说 要定 你定 崇祯皇帝气的 当场就把龙椅给推翻了 你们两个王八蛋 还他妈不说 所以后来为什么说文臣皆可杀 文臣误国等等 就是这些细节对出来的 而且文臣到最后 对于这个大明江山 已经袖手旁观到什么程度 不是没钱了吗 没钱打仗了吗 得钱 钱哪来 你争想 民间已经搜刮殆尽了 崇祯皇帝说 这么着吧 你们大臣这么多年 你甭以为我不知道 你们都有钱 报效吧 大厦将清 复巢之下 没有完卵 自己拿银子出来 陈彦未早得 这两个哥们说 真的是没有钱 都是清官 我就差把我们家补丁衣服给穿出来 真没钱 魏早得说 你看我这首府 我做个表率 魏早得第二天掏了一百两 打发叫花子 一百两 这陈彦干的就更绝 陈彦说 我没钱是没钱 但是您放心 我一定叫毁家书呢 就是砸锅卖铁 咱也这把钱给你 然后回家 他是怎么砸锅卖铁 据说当时好多人都这么干 直接回家拿一张纸 写着死屋出售 贴大门上 就是我家卖了 卖不了几个钱 那不是我的事 反正我准备卖价 什么时候成交 什么时候交银子 总而言之 现银子 那我是没有的 这间闹剧已经演化到什么程度 当时崇祯觉得 说靠这些文臣 可能是没指望了 打了十七年交道 也知道互相之间 那个不信任已经到什么程 皇亲国戚总可以吧 刚才我们说的周皇后 他老爹 周葵 国障啊 而且这个时候是封为家定博呀 你这时候应该做个表率吧 因为你算是皇家和文臣之间的一个中间地带 所以崇祯就暗示他 说您呐 掏十万两出来 这么多年 我赏你的东西也远远不止这点 你掏十万两 我靠 可把这周老爷子给筹坏了 说哪没有啊 这个最近年荒也不好啊 租子也收不上来啊 就是没钱啊 就是没钱 最后死逼活逼 一万两 再多 他打死没有啊 后来这太监就把这事告诉宫里的这周皇后 说你爹啊 死活只跟掏一万两 周皇后说这么着 啊 就是娘家亲爹 你怎么办呢 说我呀 从私放钱里 我来贴五千两 你让爹无论如何凑两万两 就你再多掏五千两 这太监头头摸摸把五千两送到国账府 哎 国账一看 哎 哎 多五千两 那得了吧 我再来点回扣 最后国账交了一万三千两 把皇后给的又眯了两千两 那你说没准真就没钱吧 哪里是怎么回事啊 后来李自成进北京之后 干第一件事要钱啊 因为穷怕了的人嘛 都是苦哈哈嘛 就要钱 把所有北京城八百多个官员抓起来啊 然后打 给每个人下了任务 大学士多少两 一万两啊 谁多少两 就打 最后打出来多少钱 未早得家 就是反正也是 最后反正也是被打死了 但是打死归打死 在他们家起出来几万两银子 这陈衍就更绝 打死也不给 说来就打死了 打死之后上他们家就挖 在地窖底下挖出几十万两 当然还有更绝的 就是崇祯爷自己啊 他不是一直说那趟没钱吗 我们的皇室内部已经没钱了 最后起出来三千二百万两 哎 我就不理解啊 这老朱家反正从万历开始就一直抠门 一直抠门 一直藏着银子 就不肯往外放 这这可能也是一种囤积心向 这也是一种病啊 可可惜今天这大夫已经没时间给他们治了 这就是这样的一个非常可笑的局面 到最后的关头 你知道谁最慷慨吗 太监 哎呀感动的崇祯皇帝直哭啊 那个太监一张一张银票往皇帝身边堆啊 因为我们是奴才嘛 那文官的换一家继续当官嘛 我们没办法呀 所以太监真的是叫回家输啊 所以崇祯皇帝气得直咬牙 说外朝这些文臣还不如中官呢 不如我身边的这些啊 残疾人 这些太监呢 当时文臣跟崇祯皇帝就是这关系 咱俩没交情 因为我帮你使劲 你不替我当后路 最悲惨的一幕 在我们看历史的过程当中 就属于崇祯皇帝死之后 他从眉山上吊那个尸首 起下来跟周皇后的尸体 直接就排在东华门门口 几天啊 没人给收拾啊 大小官员走在旁边绕道走 跟没看见一样 没看见没看见 我近视眼 最后是一个六品的主事 这个官员实在看不下去了 自己掏钱 买了两口柳木的宝棺 就是老百姓用的棺材 才给这两口子收敛了 那李自成进京之后 原来这些官员什么表现呢 我们再看这个陈衍和魏早德 这俩哥们 一看见这个 其中有一哥们 看见这个李自成 大马要进京了 爬在地下 山呼万岁 终于又盼到明军了 你们来了 然后李自成不理他 大兵就过去了 然后我冲着背影还喊万岁 尤其这俩哥们 联手去见李自成 说你看我们俩 有身份证的人 有身份的人 我们见见你 李自成看去说 你们俩怎么不死 你们怎么不死 你们不当官 你们有学问吗 孔夫子教主 应该殉国才对 我说我们哪能死 您这又圣主在朝 我们方可不效用 我们又为你报销 我们俩怎么能死 当然我们可以指责 这些士大夫无耻 很多人都说 这个明代侍风不好 士大夫无耻 可是你真的看后来的历史 清军南下的时候 在扬州 在江南 那些士大夫们 什么和门投火而死 和门投还而死 很多呀 儒家教育几百年 那不是白玩的 有气节的中军人士很多呀 可唯独在北京城 在崇祯皇帝身边的这些士大夫 你死归你死 我要好好活 你说这又说明了什么呢 你能说这就 晚民一带 侍风就一定是很败坏的吗 不是啊 所以问题的跟走 我们还是得找到崇祯皇帝自己身上 正是因为你十七年的执政 你让君臣离心 你用你的一系列行为 虽然你自己以为符合儒家的 一切圣君的标准 但是你丧失了和群臣之间的 基本的信任共识 说到这儿 基本上我自己认为 我说服自己 我终于明白 崇祯为什么不跑了 因为没有人指使他跑 不管是跑 还是跟李自成达成任何城下之盟 这都相当于我们前面举的那个例子 官员想洗桑拿 不管你做出多少暗示 哎呀好累呀 最近需要休息一下呀 最近好热 你都把衣服脱光了 所有的夏季官员就在旁边 心里都明镜似的 就生看着你 不张那个嘴 因为他们知道 一旦他们真带你去洗了桑拿 你回头就到机尾 把他给举报了 请问谁还去帮你干这件事情呢 就是这么一个可笑的场景 导致了崇祯皇帝 最后也没有机会 离开北京城一部 最后我说一段题外话 我看到一座材料 就是西欧的海盗 海盗你看这个职业是没有任何正当性的 对吧 可是海盗为了创造正当性 他们有一个理由 他每当截夺一艘船之后 马上把船长抓起来 问原来这艘船上的船员 说你们说这个船长原来有没有欺负过你 如果大家说这个船长是个坏船长 现在就给宰了 如果大家觉得是一个好船长 我们给他放了 真的还有船长被海盗抓了之后 海盗觉得 听调查之后觉得是好船长 还送了一艘船给他 又让这个船长继续当船长 西欧历史上真发生过这样的事 为什么说这个场景 我们想说权力这个问题 什么是权力 中国人对权力一直认为 这是一个稳固的结构 这是一个必须我们去讨好它的一种威权 哪里是这么回事 都是人类社会 权力是什么 权力是一种临时性的平衡态 权力是一种君臣之间 上下级之间达成的一种共识 虽然有什么中军报国思想 儒家教育等等 但所有这些都是在双方有共识的时候 才会被唤醒的东西 在平时没有外在的风险 你大明王朝还是一桶江山 铁桶江山的时候 你可以作威作福 可以大发阴威 摧折你的士气 引入你的手下 没有问题 可是当风雨飘摇的时候 在崇祯17年那样的状况下 你还去摧折你的臣下 然后和他们破坏已经达成的上下级的权力共识的时候 请问权力这个时候还是权力吗 就像在现在的企业里面 我们也分明能够看到两种企业 一种企业老板绝对不许员工在公司叫自己的名字 或者是王总李总 一律叫自己的小名 或者是花名 为了营造一种平等的氛围 也千方百计的去讨好自己的手下 安抚他们的心情 还有一种企业 我也亲眼得见 我在一个国企领导的办公室里 跟他聊天 哎呀 那个小秘书进来倒水那个动作 就是让我想起了一只猫 一只特别灵巧的猫 坐在地下完全没有失眠 偷偷摸摸把一杯凉掉的水 换了一杯温热的水 然后过20分钟 非常准时 又进来换一杯温热的水 哎呀 在那个办公室里 你能感受到一种分明的 浓烈的 权力的气味 但是 请注意 在这个时代 权力的铁桶江山 它的那种稳固的思维的城墙 正在一点一点的碎裂 海盗们正从四面八方包抄过来 他们随时会把你捆在桂杆上 问你的船员 他是不是个好领导 不是好领导 现在就宰了 在一个没有铁桶江山 没有稳固的权力结构的时代 所有的当权者 当以崇祯皇帝为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是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